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 3号纪念二战胜利75周年 对于美国政府近期明确的将中共跟中国人民做出区别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今天强调 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试图将中国共产党 以及中国人民割裂开来对立起来 那么中国人民都绝对不会答应 综合媒体报导根据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出的新闻联播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 举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胜利 继世界反法西施战争胜利75周年座谈会 习近平在会中先是宣称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是中国共产党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伟大胜利 又指出抗日战争之后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 罚粉图强 创业艰苦 才效成了目前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 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习近平指示 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赦社会主义思想的道路 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必须坚持斗争精神 必须坚定不移的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同时习近平提出五个绝不答应 其中也提到任何人任何势力 如果试图把中国共产党 以及中国人民隔裂开来 对立起来 那么中国人民都不会答应 被认为是在回应华府 近期明确将中共以及中国人民做出区别 报道指出 美国国卿蓬佩奥七月的对华政策演说之中 把中美对峙引向意识形态的竞争 此外中美在科技、外交、金融、香港、台湾以及南海等 多方面都出现激烈的对抗 新加坡联合早报引述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史英宏指出 蓬佩奥的演讲对北京来说是完全无法接受的 习近平的回应也凸显出两国意识形态对抗的激烈程度 他表示川普政府的目的是要削弱中共的政权 动摇其直升地位 这对中共来说是生死攸关的问题 中共将会竭尽所能使得美国的图谋无法实现 他也认为习近平发出的信号非常强硬 至少在目前习近平将会坚决的 不妥协的超强硬的斗争态度会是第一主题 至于先前王毅杨洁是外交官的缓和矛盾 管控分歧的表态才会是第二主题 中国官方9月3号在北京西郊卢沟桥旁边的晚平城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之内举行仪式 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75周年 而中共中央总书记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等七名中央政治局常委 以及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也都有出席仪式 而就是72岁的王岐山从5月份中国两会以来第一次出席公开活动 一些媒体对他此前久未露面深感关注 综合媒体报导在习近平地位还没完全稳固之前 王岐山曾经是习近平的得力助手 甚至是习近平的救火大队长 奋力为习近平打老虎 不过近期外界一直传出 习近平跟王岐山的关系已经惊非惜彼 先前中国面对严峻的疫情危机 王岐山身为国家副主席却很少公开献身 也让外界更加深信相关的传言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 王岐山今年2月27号曾经会见塞尔维亚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 到了4月3号王岐山曾经陪同习近平 以及一众领导人在北京参加义务植树节的活动 至于上一次公开落命 已经是5月底的全国两会 此前印尼外长雷特诺在8月19号到21号访问北京 作为中国疫情爆发之后 正式访华的第一位外国外交部长 香港明报表示 原本预料雷特诺将会获得王岐山的会见 从而给王岐山在疫情之后一个亮相的机会 不过结果王岐山却未在北京接待过任何一位外国访客 报导也提到有传闻指出 王岐山的好朋友华院集团前总裁任志强 在疫情爆发之后撰写讽刺习近平的文章 指出习近平是剥光了衣服也坚持当皇帝的小丑 而被逮捕之后 王岐山就一直没有露面 消息指出任志强触怒习近平以至于北京下令 任何人不得插手不得介入不能求情 王岐山某种程度上来说已经靠边站了 对习近平没有什么制衡 发广先前报导也指出任志强踏罚习近平 在习近平看来代表背后一定存在一个党内的反习势力 而任志强被捕也象征着 关系跟他以上密切的王岐山已经出局了 任志强为什么敢如此的发生 这是因为王岐山跟习近平已经关系彻底决裂了 因此任志强决定将一切公诸于世 痛斥习近平的专制 那么起码还可以在历史上面留下一笔 中国内蒙古近期发起大规模集会 要求当局撤销9月1号 在全自治区推行的所谓双语教育模式 回复原来的教学模式 就连接受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领导的 自治区政府植树事业单位 令蒙古广播电视台 也有300多位员工集体签名反对汉语教学政策 拒绝成为中共统战的工具 不过目前当地官员依旧拒绝让步 并且通缉参与集会的其中9个人 同时当局还把这次民众抗议定性为受到境外势力的煽动 综合自由亚洲电台跟自由时报报导 内蒙古中小学新学期在9月1号正式开学 但是当地民众不满当局取消小学跟中学一年级学生的母女教育 连日以来在内蒙古许多地方都出现集会抗议 根据同僚士乌特拉中期库伦奇的农牧民 告诉自由亚洲电台 绝大多数的家长拒绝送子女到学校 最近几天各内蒙古的教室空无一人 以此表示抗议 而在新安盟乌兰浩特等地 当地的警方到处追捕蒙古族的学生 逼迫他们到学校上课 内蒙古乌拉特中期则向各乡镇发出特急通知 命令蒙古族公职人员必须在9月2号傍晚之前 带上自己的子女到学校报道 如果9月3号中午之前依旧没有入学报道的话 将会对他们做出纪律处分直接开除 不过当地人依旧非常的不满 内蒙古大乌拉尔议会中文新闻发言人 内蒙古人民党驻法国代表布鸿夫 2号在推特po出影片 从影片之中可以看见多名电视台的员工聚集在办公室 先后在纸上面签下自己的名字 并且压下纸文 布鸿夫表示 在中国下令要内蒙古军公教子女 全面接受汉语授课之后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300多名员工已经签字反对 布鸿夫表示 自权昔日中共的喉舌 在民主大义之下放弃自己为中共统战的工作 不过报道指出当职业丝毫没有妥协 根据蒙古族游牧民族表示 近期每天都有大量的装甲运兵车行驶在街道上面 而政府就把大规模的抗议归咎为受到境外势力的煽动 昨月2号 柯左后期公安局发出通告 要求9名涉案者投案自首 警方表示 上述9个人在8月28号到30号之间 在柯左后期甘奇卡镇、阿古拉镇、海图卢镇以及希尔嘎兰镇 登辖区内的中小学聚集涉嫌违法 凡是举报者皆可以获得人民币1000元的奖金 美国财政部以及国务院9月3号公布 针对11个实体以及3名个人被指控帮助伊朗 绕开美国石油禁运的伊朗、中国以及阿联酋的企业实行新的制裁 制裁名单之中包括6间中港企业以及2位中国公民 综合媒体报导 这次遭到制裁的中港企业包括上海制航传播有限公司 金浩科技有限公司 中人航运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新达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以及香港丁铃有限公司 跟香港Panapest Energy Limits有限公司 而除了中港企业之外 另外还有5间来自伊朗以及阿联酋的企业也在制裁名单之中 另外星月和信人员两间公司的主管也被列为制裁对象 分别是来自浙江的临坐友以及来自上海的使命 同时伊朗的阿巴丹公司高层也同样被列入个人制裁名单 美国总统川普2018年宣布退出跟伊朗签署的三项国际协议 之后美国加强对伊朗的全面制裁 以防止伊朗获得新的核武器 美国对任何不遵守制裁措施的国家以及外国公司进行制裁 美国财务部长姆努钦表示 伊朗政权利用石化产品销售收入 继续为恐怖主义提供资金 那些在世界范围之内非法销售伊朗石油产品 试图逃避美国制裁的人依旧是川普政府针对的目标 而美国国务院新闻稿表示 伊朗的石油工业是伊朗政权主要收入来源 并且是整个中东恶性活动提供资金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声明之中也提到 这次行动重申美国的承诺 也就是不向伊朗政权提供资金 也不让德黑兰可以继续制装恐怖主义 以及其他破坏稳定的活动 美国政府将冻结上述制裁对象的所有美国资产 同时禁止美国人跟他们做生意 根据印度时报的消息指出 中国亲密的盟邦巴基斯坦 似乎正悄悄跟台湾发展经贸关系 中央社指出巴基斯坦驻埃及开罗大使馆的 贸易和投资专员哈克 3号会见开罗台湾贸易中心主任叶仁成 吵论双边的贸易关系 哈克原本在推特张贴这项消息 并且贴出双方的合照 不过随后或许是因为担心遭到北京当局的批评 而将贴文删除 报导指出哈克还在推文之中写道 会见台湾贸易中心支撑商务官员叶先生 不仅谈到巴基斯坦跟台湾的贸易关系 还提到在开罗的共同商业经验 以及在当地市场最感到兴趣的主要商品 以及能跟其他贸易部门连接 并且交换意见感觉非常良好 上报指出巴基斯坦跟中国关系密切 在中国外交等级之中 被列为最高级的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也是目前唯一一个享有这种地位的国家 中国网民称巴基斯坦为巴铁 而中国在巴基斯坦也有许多的投资 不过以中巴经济走廊 作为一带一路示范区的计划 引起许多争议 报道指出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汉 日前受访的时候表示 巴基斯坦的经济未来将会跟中国相连 两国关系将会比以往任何时候还要更好 而根据相关贸易资料 2019年巴基斯坦从台湾进口 大概是6.26亿美元 出口上台湾大概有1亿美元 目前台湾在北非并无外交部单位 台湾跟巴基斯坦外交部也没有互设代表处 外报协会在巴基斯坦也没有设点 由于印度跟巴基斯坦两国骄傲 所以巴基斯坦如果要跟台湾接触 也不太可能经过新得力的管道 因此选择经过埃及开罗算是合理的举动 不过哈克这个举动究竟是单纯的交流 还是透露巴基斯坦政府未来的打算 目前还不清楚 美国日前申布 中国高级外交官在美国部分活动 是要经过时刻 也让北京气得跳脚 不过多位有曾经派驻过中国经验的 美国前外交官都表示认同 还有人表示早就应该这么做了 他们说多年以来 驻中国外交官不管去哪里都要经过申请 而近来申请也经常无法被批准 甚至根本等不到申请结果 不过对此美国驻中国大使馆也公开回应 如果中国愿意取消长期以来 对中国外交官人员的限制 那么美国也随时可以做出相应的回响 综合媒体报道 华府智库威尔逊中心 及辛格中美研究中心的主任戴博 曾经在1987年担任驻中国的外交官 他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 在他印象之中 六四天安门事件发生以前是中国最自由的时刻 人们还可以有相对自由的交流空间 但是习近平上台之后 这些空间更快速的被加缩 而且限制一年比一年还要多 现在美国外交官根本无法在美国进行工作 但是相较于中国对美国外交官的限制 在美国的中国外交官却是自由的跑来跑去 可以利用媒体社群平台写文章 宣传他们自己的想法 甚至可以进入美国的地方政府 美国的大学 而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的前处长 1990年代也曾经派驻北京 他表示不管到哪里都要先上中国政府申请 不管是个人旅游或是公差 旅行文件的层层批阅 以及地方官员的随时跟肩 在他30多年的外交生涯里面 只有俄罗斯跟中国 对他国外交官会有这样的要求跟对待 而曾经在2016年到2017年派驻北京 担任驻中国高级国防官员的准将 斯帕丁表示 数十年以来他们一直在跟中国沟通 要求对等 但一直被中国拒绝 他非常支持美国对中国外交官 罚出的限制反击 甚至认为早就应该这么做了 不过美国这项政策也让中国弃得跳脚 对此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公开表示 多年以来中共对在该国工作的美国外交人员 设置了严重的障碍 远远超过外交常规 使馆强调针对中国外交人员的新规定 是基于中国对美国外交人员实行的过度限制 才做出的直接回应 目的是要让中国政府的做法更加透明 如果中国取消对美国外交人员实行的限制 那么美方也随时可以做出相应的回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